台九县新城顺岸断即秀林重得断 二十三号晚间 这个两个地点就发生了车祸意外 造成一名汽车骑士和一名行人 当场就没有生命迹象 松衣不至 而这两起车祸前后差距只有四分钟 事故地点更是只距离十公里 不过都是因为违反交通规则 才会酿醇意外 夫人推着推车正要过马路 被休旅车给撞上 夫人当场谈飞身亡 快要车到嘛 他是从那边 可是车撞到的时候就往这边过来 然后他看到车那个人 就从他的车上面就转三车过来 都不会动 然后就从那个消防员 在那边给他做CDI 结果都没有反应 死亡车祸就发生在二十三号晚间六点多 台九县一百六十五点八公里处 冲得管制站前 死亡妇人当时正推着装满纸箱的推车 要过马路回家 却被休旅车给撞上 人弹飞十多公尺 当场死亡 据了解 夫人在丈夫过世后 拾荒为生 天色昏暗 过马路 遭撞身亡 时间往前推 五分钟前 就在相距不过十公里的台九县 一百七四点五公里 顺岸路段 也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 富人骑乘机车左转跟小货车发生擦撞 富人连人带车卡在车底下无法动弹 紧急状况找来器材车还有吊车进行救援 患者被卡在车子下面 经由我们的拐腰车跟旁边修费场的吊车 协助处理将患者脱离意识状况为欧卡的状况 吊车吊起了小货车 这才将富人给救出送医 不过已经来不及 二三号晚间六点多 相差四分钟时间 相距十公里 台九县顺岸段跟崇德段北上 接连发生两期死亡车祸 驾驶都没有酒驾 造成两名富人死亡 记者综合报导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